台电东部发电厂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及回馈地方 也奖励发电设施所在地的清函优秀学子敦品力学 今年是第31年颁发奖助学金了 包括了身心障碍低收户、一般低收户 还有学优、才艺以及特别奖助学金等五大类 今年有1257位的学子受贿 发出奖金高达460万元 台电东部发电厂厂长李崇一表示 电厂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回馈地方关怀学子 从民国79年开始举办奖助学金的颁发 嘉惠电厂所在地青年学子鼓励他们用功读书 日后学有所成也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 那这个奖学金的由来的话 我们发放已经由来已久 在民国7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放了 那到现在已经32个年头 那今年我们发放的奖学金有460万之多 那领到奖金的学子的话 有1275位 那几乎是有达到成绩的话 我们尽量来发放这个奖金 来鼓励新一学子 努力向学 这个的话我们大概分成五大类 第一个的话去学U 就是成绩比较好的学U 第二个的话是才艺 除了这之外的话我们还有针对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分为那个就是那个长安人士 还有一般的低收入户 除了这之外的话还有特别奖助学金 那针对那一些家庭比较困苦的部分的话 我们特别花比较高额的奖金来奖励他们 不要因为就是家里有些困境的话 学习中断 今年共颁发了460万元的奖学金 名额有1257位 奖学金的项目分为身心障碍低收户 一般低收户 学优 才艺 特别奖助学金等五大类 希望能够鼓励学子努力向学 也发挥台电关怀社会的经营理念 而受一点影响 原本这个颁发奖学金是在六月份要举行 一直降到二级警戒才在八月份举办 领奖现场也采了防疫标准措施 要确保领奖人的防疫安全 电路会欢迎视报道